在澳洲留学,购房,为什么有时候价格不变,这个月付的钱却比上个月更多,这跟汇率有关 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ATOS金融小课堂,我是分析师Glenn 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汇率的那些事 什么是汇率,简单来说就是两国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 比方说今天澳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比4.9 就说明今天的澳币能够兑换4.9人民币 汇率是怎样形成的呢 假设一罐奶粉在澳洲售价为20澳币 那么按照1比4.9的汇率去计算 这罐奶粉就需要98元人民币 这就是购买力评价理论 它通常被用来解释长期汇率的变动 由于国际收支,通货膨胀等各方面的影响 汇率将会在短期内不断浮动 而汇率的波动对我们的影响则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当澳币对人民币汇率上升时 我们就需要用更多的人民币去对话澳币 这也意味着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将变得更加昂贵 但是换个角度去看 澳币的升值也提高了中国商品在澳洲的价格优势 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出口 浮动的汇率就像是一把双人剑 那可不可以利用价查来获利呢 答案是肯定的 点赞关注 下期我们聊聊如何用汇率的浮动来做交易 请不吝点赞关注